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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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新闻之父 之前一直有传闻说 欧斯邦会被委任为外相 但他临门脱脚 外相一职由支持脱欧的约翰逊出任 欧斯邦忍然退场 令外界大跌眼镜 欧斯邦的祖先是爱尔兰贵族 他在牛津大学修读现代历史 和卡梅伦、约翰逊和文翠珊 是属于同一个精英俱乐部 成为下议院议员之前 欧斯邦在保守党做研究工作 05年大选之后就进入财政部 暂怒头角 2010年欧斯邦首次入国出任财商 当时正值在英国陷入经济危机 欧斯邦顶着压力和批评 凭着削减政府开支和加税相管齐下 成功为财区子血 用了六年的时间 就带领英国走出衰退 并且成为发达国家当中 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欧斯邦出色的表现 获得外界一次好评 为他赢得保守党大脑的称号 民望一度高企 他亦非常注重自己的形象 为了令自己看起来 可以更加年轻和有活力 他努力哲食和做运动减肥 令人耳目一身 欧斯邦被视为是前首上卡梅伦的接班人 政治前途原本是无可限量 欧斯邦和卡梅伦合作无间 被视为是英国政坛的黄金组合 但亦正正因为卡梅伦的一场政治豪道 发动脱欧公投 令欧斯邦赔上政治前途 既是卡梅伦一方支持英国留在欧盟的欧斯邦 在公投之前不断都用经济因素去客选民 同脱欧的阵营大唱反调 现在落实要脱欧 他自然就无得留下 一身贵族公子气的欧斯邦 同观仔骨骨的卡梅伦 形象是一脈相承 但就被质疑太过离地 有民众认为他们两个出身上流社会 不知民间疾苦难当重任 据报民翠山也不满欧斯邦 在任内未有智力打击群大关系 两个人以往曾经因为削减政府开支 发生过争拗 虽然是共事多年 但就无私交 英国在欧斯邦任内 引进了糖税 和将最低工资 加到去每个小时7.2英镑 另外欧斯邦也自力拉拢亚洲区的国家 到英国投资 他去年访华 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 访问中国内陆城市的英国财商 他表明支持一带一路政策 更加锐意将英国打造成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 被指是建设英中两国黄金十年的主要旗手 外界关注欧斯邦离任 新任财商能不能够找得着脱欧造成的经济危机 不过欧斯邦今年只得45岁 他的政治生涯是否就此画上句号 似乎是言之上早 今集新闻之乎说到此备 日式新闻 tools 南部 日式新闻 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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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